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做一个木碗红薯菲来吃 然后我来地里摘一点的蔬菜配着 还有香菜啊 葱啊这样好吃一点 这些菜已经崛起来了 这个时候这种菜特别好吃 我看摘哪一颗 我看了看我就 拔这一颗吧 这一颗稍微腻一点 摘哪颗的差不多 把泥巴弄掉 这个叶子我们拿回加味机 扔了 我再去搞一点香菜 好够了 还有葱 再拔点葱 哎哟 手短了 哎哟拔不出来 够了吧就走点吧 再来一点 哎哟又拔不出来 算了 把你去做 回家 我准备了有一块肉 还有就是茄夹 还有红薯粉 红薯粉 我是昨天晚上泡的 红薯粉的话 一定要提前泡 至少要泡四个小时以上 还有木耳 木耳 我是也是昨天晚上泡的 所以现在也可以开始做 把这个 热给切一下 这切碎一点细一点都没关系 可以随便 不要切太大 这些 再把鱼肉切碎 这个我用了 鱼鱼热是 碎热当中 比較好吃的一个部位 我再洗一点的姜 这是老姜 其实姜还是老的辣 老的好吃一点 把它切成碎 再把木碗洗干净 这个木碗是小木碗 很嫩的 我本来想用老木碗的 但一看家里没老木碗了 只有小的嫩的 大的那种吃起来有嚼劲 这种就是太嫩 朋友们你们喜欢吃内木碗 还是黑老木碗 这个洗盖剂一点 防止有那个泥巴 还有一些木头 把洗盖进去就控制水费 放到盆里 等着下锅 这个这么小也不用切了 加点油进去 多加点油 一定要把这个油炒出来 把这豆瓣酱加一点 把这豆瓣酱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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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豆瓣酱要制成 把这个热削瓣酱炒出来 把这豆瓣酱加进去 把这豆瓣酱加起来 现在把木耳放进去 炒香 原来是木耳热食粉 我说这个是 木耳 也不是热食 再加一部热食 稍微炒久一点 香一点 入味一点 好了 我们就这样去锅 这个爽的下吧 应该可以 这个直接配袋也可以 配面也可以 配粉也可以 我锅里加水 要煮粉了 这种就不洗锅了 干起来 配香菜 和小葱 还有这个叶子 我要里面嫩嫩的 外面的用来喂鸡 来的多的是 可以 把这些洗干净 把这些洗干净 看这些改改 要摩擦一下 外面会有点黏黏的 有时有那个叫什么 我来着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那个滑滑嫩嫩的 哦对对对 我突然想起来 叫鼻涕虫 对是的 我再洗一次 看这个掰开就行了 不要切 我一颗蔬菜 就要这么一点 这个也得太浪费了 这个菜还被那个虫子咬过 看一下水开了吗 可以了 水开了 这种一下下就开了 我准备粉 黄薯粉还有一些稻草 你弄干净一点 就是那个倒头捆的粉 这是碎的 这个捆好剩一下碎的 我就拿来自己吃 碎的不碎的粉一样的吃 我们下去煮 我们煮 多煮一会 反正一会煮不烂 煮不坏 我碗里加的盐 花椒粉 哎呦好多太多了 这粉条也不错的 越煮越有嚼劲 越有弹性 还不然我们再煮一会 多煮一下下 自己来 没那么硬 煮的差不多了 来就把这个 蔬菜下去去 把这个蔬菜煮熟就可以了 可以了 这样出来 油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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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哎呀 滑到边上去了 再买一碗 哇好多 加点汤 加点汤进去 粉多了一点 也装不下了 因为吃完了再加这个 香菜下去去 还有葱 我也奶的切了 这个木碗 这个木碗 搅到这一碗给摄影师的 不然每次都是他看着我吃 我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在家里油油脑焦 Community App 摄影师也爱吃辣 拌起来 我太大碗了不好拌 哇 好大碗的 可以吃了 嗯 差一点的椰 把椰拌均匀 我这个碗是不是太大了 我没有加醋 加点醋的话就可以摔辣粉了 或者加摔辣椒酱 好吃 就好了 我thf 吉利 ata 炸 的 皮 我长E 个 是 很有嚼劲 这肥很容易碎 就是干的时候很容易碎 因为没加酵 在煮好之后就不碎 这种红薯肥它煮不烂 而且有嚼劲 那种假的红薯肥 你稍微放一下 它就变成糊糊的了 最讨厌就是有时候在市场买的那种 加焦的肥肥怎么说呢 吃起来就有股 不是焦味 脆 怎么说火收不出那种感觉呢 好 太饱了 一大尾 真意太饱了 在好之间控制不住 汤和粉人吃光光 同学如果你们煮的话一定要提前泡五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以上啊 不然的话吃不动的煮不赖的 搅也搅不动 酸辣肥的话就是加一点的那个醋 或者是酸辣椒酱啊 多辣椒啊 酸味的都很好